你听说过金龙吐水的洞穴吗? 传说这里是一个住着金龙的洞穴 每逢天气变化时,就会有金龙吐水 当金龙吐水的时候,这水潭里的水就会变成泥浆 从天坑上往下看,宛如金色的水潭 我们经粉丝的介绍终于来到了这浓洞的天坑之上 接下来我们将穿戴专业的索将装备 下到坑底一探究竟 大家好,我是户外老鬼 今天我们经粉丝的介绍来到了这个叫农洞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下面是一个天坑 经当地的老人说,这个天坑 天晴下雨的时候,它这个坑底的水会变射 曾经有人试图下去过 但是下到一半的时候掉下去了 后来滴到这个深潭里面,它没有死 后来被这个村里面的人解救上来 我们今天穿上专业的装备 下到这个坑底一探究竟 开始干活咯 开始干活咯 我们那个原始锚点已经打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下降了 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牙口这个地方还要打一个锚点啊 现在是我的队友,小心 他正在下降中啊 看一下对面还有一个洞 然后那个应该是一个辅导 然后下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水潭 这个应该就是他们所说的 人从上面掉下来掉在这个水潭里面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是吧 然后这边,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边的话就是 我们下来以后这边发现一个水潭 这个水就从这个洞道里面出来 然后这边应该是主动的 咱们接着进这个洞道里面去 给大家探索一番 对吧 这个地方有水不好过 但是它上面有打的这个石杵 这个石槽 看一下这些都是有人为修建的 这个站子开着的石槽 它这个原来应该是打的有横梁的 这个地方 它这个有石槽 这里它这个原来应该是有人居住的 这坑地 好吧 咱们抓着这个石槽就可以过去了 好,过来了 怎么进来你就怎么出去 带着帽子出不去的 要把帽子逃了 从那边那个小洞爬过来啊 那里很窄 我们是爬过来的 爬过来里面 这里面又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洞的 看一下 哇,你看这个上面 你看这顶上 满天星光啊 漂亮嘛 哇 好闪啊 满天的星光 哇塞 进来又大了 这个洞的又变大了 他们说的这个石龙是不是这里啊 我估计就是这个 这个云盆的这个东西 看到没有 它这样弯弯曲曲的 给人感觉就像那个龙的那个背 是吧 那里有个马的头 那里有一匹马 哇 好大的动荡 很大是吧 越走越大越走越深邃 上去 你看那些都隐隐约 都有一些中路石 哇 这些云盆 太多了 这个要是夏天 这些云盆全部灌满的话 就漂亮了啊 绝对很漂亮 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云盆 太多了 全部是干的 只是全部没有水 这边是不是到头了 我感觉应该像到头了 因为这个是出水的地方 出现这种云盆的话 它这个洞应该走不了多远了 不过已经走得够远了 走到好几公里了 哇 这边还有洞的 真的是一坨 原始的中路石 我们要从这个位置上来啊 看一下 这个里面 我估计应该到头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塌风的 明显是塌风过的地方 看一下 垮了很多石头在这里 然后里面的话还有洞吗 没了 也走得走得够远了 咱们那个 不是回来那个半路上 还有个岔洞吗 咱们去走那个岔洞 看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岔洞里面 这个岔洞里面的这个石头 非常的漂亮 全是这种晶体 全是这种晶体 闪闪发光的 而且是黄色的 红色的 里面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晶体 非常的漂亮 这个整个洞穴都是 整个洞穴都是 全是这种 全是这种粉红色的晶体 往这个小洞里面来 它这个晶体是 哎呀 还像一朵 一朵一朵的花 像一朵一朵的石花 看一下 然后这上面 仔细靠近看的话 它就是 一朵一朵的那种晶体花 有点像那个沙漠玫瑰 有点像那个沙漠玫瑰的那种 那种矿物 非常像 这又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东西啊 我们从这个 从又从这个小洞过来以后 这里面非常的宽道 看一下又是非常庞大的洞道 然后这些它都有 有之前的探动着 在这里留下的 看到没有 做的 做的有出口的标记 厉害吧 所以我们装备全部都拖在外面了 圈子装备根本就进不来 这个位置 这里有洛书 看一下 这个洞道 进来以后又是非常庞大的洞道 没有了是吧 还要划我摔一跤 太划了 这个路 知道 这边还有一个小的 又不知道这里面进去是啥样 看一下 进不去了 这里面进不去了 这里面进不去了 看一下 这个洞我们全部探到头了 差不多也就 大概长度的话 支洞跟主洞加起来大概有五公里 洞道的话是非常庞大的 进来以后很多地方都是那种大道 走着非常非常庞大的洞道 然后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洞的尽头了 接下来咱们就要准备打道回复了 咱们就要准备打道 脚干着牵 脚从前面啊 怎么进来你就怎么出去 帽子 带着帽子出不去的 要把帽子逃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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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